其实最近美股也是偏弱的 都比较反复一点 曾经弹过一下 但现在好像忧虑越加越深 你怎么看 加上欧阳行的论调 虽然议息源没有变 但预告下个月会加 而之后可能再快一点 整个市场好像有个 怕通胀和会收水的状态 其实美股来计 最近也说过 预测还会继续比较波动 可能会弹一下 偶像昨晚那样 又会下跌一些 最主要当然都是因为住个通胀 或者加息预期 去影响住个市场怎么变 而且始终6月份这一回来开始 其实美国已经在限定的缩表 所以始终对流动性有些影响 你会遇到久不久 可能会像昨晚那样的一个格局 因为刚才提到 为什么说看通胀 看加息预期 其实都明显地反映 通胀也很高的 大家当然觉得加息预期 好像力度要大些 或者要快些 但是背后会影响着经济 所以你可以说是矛盾位 其实昨天欧阳韩国 哪个意识二国都是类似这样的 所以我想这个格局 都会继续来的 这两个多月是影响着 直到真的看了这些数据 可能是再清晰多一些 譬如今晚的CPI 真的能够有个可能趋势上 大家觉得会下跌的 甚至乎未来的一个多两个月 觉得其他经济指标 譬如失业率 就业数据等等 比预期都是理想一些的 而令它真的觉得 9月份不需要加这么剧烈的话 可能对美股才会好一点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 都是看9月那次而已 其实6、7月应该都基本上 加50点了 所以好看来这两个月左右 那些数据的变化 但是始终未是太清晰之前 其实就一定是遇到 一个时候会这样去浪发 我想最快可能要清晰多一些 刚才提到除了今晚的数据之外 下个星期 因为16号其实都会有一次议识 看看议识之后 究竟厨局的方向 有没有给大家多一些清晰的地方 如果你说可以的 我想到时可能股市 才有机会是定了一点 而几个股市来说 其实过去曾经当然反弹过一下 但是昨晚这一棍下来 又再穿回一些 原本变成支持位的一些位置 那现在又再变回一点 譬如标志为例 其实本身410000这些位 是一个支持来的 那昨晚又再穿回 那纳指 譬如大概12点 其实又是一个支持来的 那其实昨晚又是穿回 那你的道指就好 明显320000这些位置 那其实暂时还力守着 所以几个指数 你要往往来的这些位置 究竟是否可以支持到 或者其他方向上去 那会对后市的方向 会稍微好一点 我可以帮你帮助 你帮我帮忙 你帮我帮忙 我帮你帮我帮忙 你帮忙